为了要确实了解明末为民众解决问题 县府每个星期五都会在各乡镇市轮游举办县民时间 而这次轮回到南投市 并在县镇大楼一楼会议室 由县长林明珍请自主持 林县长表示 县民的小事情就是县府的大事情 民众只要有所需求 县府随时都愿意为所有民众来解决疑惑 这次的县民时间 在县府一楼的小会议室来举行 由县长林明珍先制主持 拉致县内各乡镇市民众 一早就在登记处填写资料 林县长也准时在九点钟 就开始为民众解决疑惑 拉致竹山镇三重林的张女士 由于道路的问题将县府帮忙解决 因此一手就来登记 张女士表示 位于竹山镇三重巷的道路已经崩坏 党土墙倒塌 影响工作室的安全 将县府协助改善 我们是一个竹山镇三重巷 然后它是道路已经崩坏了 然后它的党土墙也已经没有倒塌 所以我们大家在跟着的时候 在做事的时候非常的不安全 那本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县民时间 所以山上的一些居民 他们大家也没对要申请 那透过我们县府这边的一个说明之后 我们今天就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县民时间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县长 然后给我们很详细的说明 然后我们曾经的事项 他也请交办了我们的就是长官他们赶快办理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能够在南投县能够碰到这么认真的一个县长 让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还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县民的时间 然后很幸福我们南投县有一个这么认真的县长 林县长表示这是共有12个案件 县市府来协助办理 经过了解后 一期交办相关局势及协助办理 也希望各科室对于诚实案件都能多为民众设想 让民众有更多的方便 今天我们的县民时间在管政府才基盘 来自我们国行政大概有10日案 来拜托管政府和管政府来给他协助 经过这些案件 经过了解 对有关团队的接触 我都意义有跟他们交代 也有叫我们这些国康室对这个丁政案件 这个要处理完毕的 要当便民的一件便民 不需要去找麻烦的 不需要去要求的 我们就不要把八成要求到这么多 让八成无所事从 另外一些减基案 这种问题就比较疼痛 因为减基案一定要处理 所以我们这些官民 做任何的这个开发什么案 要开发什么新的计划 先去研究这个法令 不要因为做好后 这发现就说违法的情况发生 这个要補求 就当时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今天来这些丁政十一案 基中有减基案 这就比较难处理了 另外有一个案 就是说我们在国康室 一个国康室的八成 要开发农场 他要开发农场 他的土地过去 他爸爸算很好心 提供出来做楼 这些三款 要钓在他的所有款里面 目前 变成共同行的道路 变成法规定 他的农场里面 不能有超级六米大的楼 经过 像这种情形 我们也感觉过去做好心 并且说 他才要开发农场 所需的案子 像这种案子 我们就要想办法 来给他突破 来给他导致协助 不然是好心不好保 先言真正言之表示 在这县民时间 有许多民众遇到难题 来请教县长 而县长也马上 请相关单位 来协助帮忙 让所有问题 都能迎难而戒 由乡民众可以利用 泄民时间 来为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今天有几个人 乘一件 这个就是 算在我们 去民宿 民宿就有一些 做烂地 来乘到管中 管中就有我们 有关团来 来改税 让他允认了 来替我们 辈协助改革问题 这是真的 对我们辈协助 也有很大的帮战 也有很大的福音 希望我们这个 管民时间 我们所有的乡村 可以多利用 因为我们管中 这些秩序安民的管中 可以说 真的不简单 我们可以跟他 面对沟通 要够到掌握 掌握 靠好过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的领域 我们的管中的用心 大家都看得到 希望大家可以把管民时间 这是受敌的12个案件 分别来自潮屯镇 南投市 浦里镇 珠山镇 等相证市 内容包含 申请自来水管线 多次计划检讨 社会团体管理 产业道路 及党图想改善等问题 林县长也一一 为民众解决疑惑 同时 林县长也强调 想泄民多多利用泄民时间 让这个平台 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